你那车是什么车呀 啊 哎呦新能源车呀 那好啊那我喜欢的 那车多少钱呢 哎呦妈呀 11万多呀不行 太贵了我这个车不能超过 10万块 啥呀 哦大伙一起买 算组团是吧 能便宜多少钱呢 9万6 那行那行那我买 我买我买 哎不是你先别给我登记呢 我还得跟我们家领导汇报一下 我们家领导就是我媳妇 对 哎你跟我说说是什么颜色呀 哎大姐夫啊 我一会儿出门 我穿双什么颜色的鞋呢 红色 红鞋 那我戴个什么帽子呢 绿色可以 绿帽子 不是那我穿什么衣服啊 裸色 哎哎哎 哎大姐夫 哎 快先挂了 我我我我回头给你打啊 回头给你打 哎哎哎 怎么了 什么呀 我一会儿见客户 你让我穿双红鞋 戴个绿帽子 中间裸着 什么玩意 你干啥呀 你裸着 你敢裸着 人家敢看吗 你让我这么穿着呀 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穿了 你刚才说 让我穿红鞋 戴绿帽子 哎呀 我这跟人家打电话呢 人家告诉我汽车的颜色 哎呦 你这看车呢 哎呦 大姐夫 你说看人家车 你眼不红啊 你又买不起 不是 顺风啊 你这个人说话 怎么就这么难听呢 怎么难听呢 我怎么就买不起车呢 哎呦 就你那点工资 你还买车 赵刚子 我把话撂这儿 你买汽车那天 就是我前任风买飞机那天 你说话算舒服 我算舒服 街坊的女人挺好了啊 我买汽车的时候 他就买飞机 对 挺好了 我前任风买飞机 你别忘了啊 我忘不了 哎呀 等会儿等会儿 问你事呢 啥事 我一会儿出去 我那双皮鞋搁哪儿了 你皮鞋多了 我哪知道哪双啊 就那双 赠名瓦亮 光芒万丈那双 你要穿个灯泡啊 干啥呀 你出去多装灯啊 我装什么灯啊 我 就是六千块钱 我买的那双鞋 鞋棍里呢 我一说价钱 他就想起来了 哎呀我的妈呀 六千块钱买双鞋 你说烧包不烧包 就他这双鞋 够吃我多少年大葱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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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无话量啊 哈哈哈哈 味不味 味什么呀味 哎呀 哎 大姐夫 啊 哎 你看这双鞋 啊 我记得我买这双鞋的时候啊 我是身家百万 我今天就要穿上它 我从走辉黄路 哟 哟 顾你这回的买卖 灰 黄了 能不能说点好话 灰黄你就一块说哦 还灰黄了 不是不是大姐夫 你等 放下你的葱 干啥呀 哎 你看这双鞋 我平时也不怎么穿 好像怎么不那么亮了呢 能亮吗 这么好的鞋 你也不上油 也不保养的 趁势 哎大姐夫 这是油 这是鞋 啊 你帮我上个油 哎哎哎哎哎哎 前顺风啊 怎么了 不是在这个家里 你让我给你干活 就这么理直气壮吗 行行行行 来 啥意思 来 我给你二十块钱 你帮我擦皮鞋 行不 咱俩都是女婿 啊 这鞋 你就不能自己擦吗 不是咱俩是都是女婿 咱俩在家的位置不一样 怎么呢 你是干物业的 专门搞服务的 我是民营企业家 我是负责赚钱的呀 你看在咱们这个家里 你服务 我赚钱 你看咱俩配合的多好 哪里 这话说得有利 我也赚钱的 没说你不赚钱啊 你赚得慢啊 我赚得快啊 有首歌就是写的咱俩 啥 阿门 阿千一颗 阿绿 阿能力的 嘎发呀 我又背着那 中共的壳呀 一步一步的 你往上爬 我明白 你不是说我是个蜗牛吗 蜗牛 我告诉你 蜗牛爬得再慢 它总有一天能够爬到树梢上 对 等你爬上葡萄 早就又懒暗了 拿着拿着拿着 自己的 大姐夫 干啥 让你帮我擦擦皮鞋怎么了 接下来 您的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你听听 我容易吗 我这辈子 我倒霉倒霉 你身上了 我跟你说 你这房子首付压了我一辈子 大姐夫 你好好擦 我这笔买卖要弹下来有你的好处 到时候我会越来越富 越来越富 越来越富 我就是咱们家的 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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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会出门 赶紧擦 赵经理 爸 为首付服务呢 你顺风要跟人家出去谈个买卖 让我帮他把鞋擦一下 你就这么惯着他吧 你以为你这是为他好呢 你早晚把他给惯出毛病来 为啥呢 为啥 你没看见钱顺风吗 最近是越来越飘越来越堕瑟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为啥呢 他不就是觉得他有俩钱吗 我告诉你这么点啊 一会儿和我演一出戏 为啥呢 为啥 咱就板板他这毛病 治治他这脾气 我让他知道知道 在这个家里他到底算老几 行 听我的啊 一会儿无论我说什么 你都得顺着我 明白 千万别问我为什么 明白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这就好办了 为啥呢 这行 穿这身可以吧 那个钢子 我刚才到福利彩票那个队奖那时候去了 你昨天买一张奖券 中上了 二等奖 奖金二十万 我中二十万 对 为啥呢 你点子好 为啥呢 为啥呢 不是 自从我做生意以后啊 对钱这个字我听得特别真切 什么二十万 什么奖券我看看 岳父说话首富不信啊 岳父说话首富肯定信 就是我大姐夫能充二十万 我实在是不能相信 哎 钱顺峰啊 怎么的 我就不能挣钱吗 我还告诉你 我就挣了二十万 你竟然过二十万吗 有二十万你都不一定会花 你太气人了 我告诉你我怎么花 来来来 你过来 我告诉你怎么花 喂 车行吗 那个新能源车我要了 对 另外我问一下 你们车行卖飞机吗 有人让我打听一下 波音七四七现在什么价格 这人吃饱了撑的 我觉得他也是吃饱了撑的 不是 他姐夫谁要买飞机 你呀 我买不起飞机 你看 你不是说了吗 只要我买了汽车 你就买飞机 他说没说 要说完 我听说了 街坊邻居 他说没说 买吧 波音七四七 你真中个二十万呢 我中了 哎呦 他姐夫 你有二十万你会花吗 哎 会 你过来来啊 你这样我是你岳父吗 是啊 我说话你听吗 听啊 听你就听我的啊 把你两斤的二十万 你送给钱 说说 岳父 爸爸 爸爸岳父 英明英明英明 这不是什么英明不英明啊啊啊 当初咱们家买房子的时候啊 首付的二十万不是你付的吗 我付的 是吧 现在刚才中奖中了二十万啊 我让他把这奖金二十万送给你 以后咱们家这个首付啊 就不是你了 当初我们家买房的时候有点困难 你能挺身而出 拿出二十万交首付 你是条汉子啊 你酷啊 你你霸道 但是那时候呢 咱们刚才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现在不一样了 刚才有钱了 他火了 他有听了 马上就又发财了 从今以后 在这个家里 记住了啊 我是你岳父 岳父 他是你首付 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我 我这回回我上厅了 对吧 我一爬我就糊到二十万 对吧 以后我就是首付了 接班邻居们 我们家从今天开始 房子的首付是谁付的 哎呦我的小心脏哎 我跟你说 是不是 哎呦我怎么这么难受呢 你听我我跟你说 啊 后面还有难受的 你说 你记住你不是什么黄鲤鸟 我是你就是一只小小鸟 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也飞 却咱们也飞不着 哎呦我的天你啥呢还挺好 好 不是大姐夫 哎 那行吧 那个二十万你快给我 我现在正需要二十万 我到处借呢 借不着 不是这个这个是这样啊 当初你是首付的时候 对啊 你往外掏钱的时候 这么痛快过吗 没有 挺痛快的呀 我 不是 是不是有个程序 他每次都有个程序 哎 你按程序走 行行行 大姐夫来来来来 你快坐下 你坐下 你坐 哎呀 你你你 干啥 按程序走啊 大大大姐夫 你好 哎呀 你脑子舒服 我没捏你 哎呀呀呀呀呀 你捏我呀 还在掐我呀 我怎么给你按摩嘛 按摩太难受 别人受不了 你这样吧 我这鞋也有点脏了 我给你擦 哎呀 什么了不起的 哎呀 他有鞋油啊 他有鞋油 哎呦 我的天哪 哎呀 哎呀 我的妈 你往哪抹 我这袜子 你看你给我抹 哎呀 我的天哪 擦鞋嘛 这不是 擦鞋你不能往袜子上抹 哎 你怎么这么多事 你把这点鞋油 你得弄到鞋上 哎 来来来 这行了吧 来来来来 哎呀 我就擦个鞋 哎呀 我受你 哎 哎 不是 你别 你没有你这么擦的 怎么擦呀 你先一开始把它打匀了 然后你再啪啪啪啪打油 明白吗 我这不就腾匀了吗 哎呀 我怎么你擦它这个鞋 哎呀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怎么能干呢 我 我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怎么干呢 鞋都让你弄埋下了 你知道吧 你看你这个应该是这样吧 对吧 你呢 先上游 对吧 别着急 是吧 把油上完以后呢 你得慢慢地把它呀 全给它打开 哦 哦 完了你得看着别人的袜子 哦 当打开以后呢 然后你再这么打 明白不 你得这样打 明白不 啊 没错吧 位置错了 位置很对 爸 我跟你说呀 今天还没怎么干活呢 这一操鞋 绑子甩开了 还挺舒服的 你看你这多好 现在你是首富 哎呀 太好了 你起来 我起来 我是首富 来来来来 对吧 哎呦 我的天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别别别 你可一只脚护 一直脚一直脚 哎呀 你看你把我这袜子弄 你快点行不行 一会儿人家都等着 哎 哎 咋呢 啊 我给首富擦鞋呢 啥 给我 啥首富啊 咱家房子的首富啊 咱家房子首富不你吗 没有 从今天开始 就我了 哎呀 好情况啊 媳妇 来 这这么个情况 大姐夫 手好啊 他买一张奖件 中个二等奖 中了二十万 人家把房子首富 还给咱了 哎 还给你就要啊 不要的 你咋的 那你缺钱呢 我没有 就正要借这二十万的 这二十万来了 哎呦 对 我还得赶紧把这约会 给取消了 我这回去 就是借那二十万的 哎呀 哎呀 喂 喂老黄 什么 让我叫你黄总 我凭什么叫你黄总 我不就是借你二十万吗 哎 小黄 我说 你好好想想 我就借你这二十万 你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后天 哎 怎么着呀 你想 啊 什么 对对 我今天不去了 正式告诉你 二十万我有了 哦 菜都上来了 自己吃吧 自己付钱 大老板 大老板 你那气势 哈哈哈哈 还在那儿 腿腿的乐呢 什么呀 心哪那么大呢 怎么着呢 啊 你知道你在我们家 这几年 为什么这么叱咤吗 那前生中我优秀 啊 你谁给你的自信呢 来我给你今儿上一课啊 对比一下 大姐夫麻烦你除了一下来 啊 找你 在啥呀 来来来 你俩站一块来 什么的了 对比一下啊 在这个家里 我问你 顿海拔 你有人家个高吗 好像差不多吧 差一块呢 你有人家眼睛大吗 好像差不多吧 你使劲 邓东没有人地上大 你长的颜值 有人家好吗 好像也差不多吧 也好像了 差老远了 那就相当于我大姐夫 站楼顶上 你直接被拍地下使去了 还有啊 再看咱家这三个男人 来爸 你也过来一下 来 哎呦 我的事呢 现在这个家里 这个是岳父 这个已经从大姐夫 升为了首富 你 就是我丈夫 我明白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从贵妇变成了怨妇 咋的 你还不服吗 服了 怪不得刚才 街坊铃铃铭一喊 首富是她的 我这个心 像真人扎了一下似的 我比你家的还疼呢 你就啄吧 你说挺好 一首富 你给我整没了 然后让我在家里 还怎么横晃啊 啊 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啊 我怎么欺负我大姐夫啊 我怎么招呼小米粒啊 对啊 我怎么在我爸面前以后耍驴啊 对啊 我按驴子成块骨 你是不是在江湖上消失了啊 那以后你带驴还驴 驴的不应急 哎呀 哎呀 二姑娘 哎呀 听爸听爸跟你说啊 你都在咱们家驴了几十年了 够辛苦的了 是吗 是吧 以后吧 你接着还驴 没事别这么伤心 别难过啊 刚才那个事是我 逗前顺风玩的 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我不信 真没那么回事 根本这事 爸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吗 没这事啊 不哭啊 没这事 没这事就好了 没这事 那二十万吗 根本就没有啊 大姐说你奖券呢 我从来不买奖券 哎哎哎 对吗 二十万我必须得到手啊 我今天得给人家交钱 签合同啊 你不找那黄总借了吗 对对对黄总 我还借什么呀 我呀 我平时这黄总 我都当爷爷伺候着 我今天就要他小黄了 他能借给我吗 哎呀我说爸呀大姐夫 你俩可就坑死我吧 哎呀爸呀 大姐夫你俩这玩笑开的 真是有点大了 哎呀这公司都没了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 可怎么着 你说这玩意儿 哎呀 你胡啥 你别哭啊 别哭别哭 没想到 大姐夫 从这女生叹息当中 我听出来 你肯定有办法了 他把办法告诉我 是吧 哎 这张卡里 有二十万 你拿着 假的吧 钱帅芳啊 你 我在你心目中 是不是就不能有钱呢 你哪来的二十万呢 你 爸给的我二十万 偏心眼 不是 我是他孕妇 他说的那个爸 不是我这个爸 他那个爸 是他自己的爸 我爸爸给了我二十万 哦 就是养鸡那个 对呀 怎么 你不是瞧不起我爸爸 我还告诉你 我爸继承了我爷爷的遗志 在家回去就养鸡 他养的不是一般的鸡 他养的是 豆鸡 今年挣了一百二十万 我爸把这领头二十万给我了 哦 零头给你了 嗯 他能不把枕头给你 那没给 他说这一百万 得留着给我找一个后妈 那你爸可真有正事 我爸在这方面不如胆霸 我让你刮我了 是不是啊 我给你说实在话 这里边本来啊 有二十万 哦 我呢 想拿出十万来呢 买一辆车 哦 另外十万的 本来就打算给你 你看 当初咱们家这个房子 首付是二十万 对对 我也是女婿 你也是女婿 对 按理说咱俩应该平分 当时我不是没钱吗 对吧 正好 你现在不是缺钱吗 来 这里边二十万 一分没动 你拿走 那你这车就买不成了 没事 车不要紧 你先就你这个集 另外你放心啊 咱们家这个房子的首付的名誉充号 在外边永远属于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 是 爸 你看看你大姐夫是怎么说的 是是 怎么做的 是 你再想想平时你自己 是 咱们是一家人 是 没有高低归贱之分 是 和谐 才是咱们的家风 记住了 在这个家里 我是你岳父 是 他是你姐夫 姐夫 他是你媳妇 媳妇 不管你有钱没钱 你永远是咱们家的首付 你说话呀 大姐夫 从街坊邻居那儿我还能这么说吗 你试试去啊 街坊邻居们 我们家房子的首付 谁付的 你 我受不了了 大姐夫 我还得忙着呢 关键时间把鞋锅擦开去 没事你放心 我给你擦 赶紧给我做饭去 哎 我赶紧时间歇会儿 哎呀 我刚让 哎 我怎么觉得咱俩白忙活了呢 哎 为啥呢 哎呀 还为啥呢 干活呢 哎 来来 快点 快点 我说 我跟他们 比比比干吧呀 我又为什么 我终于离开呀 你不得 你不得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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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